兄弟姐妹们问你们一个问题啊 这一年里你们都失去了什么 比如亲情、友情、爱情还有其他的 这几年我都失去了很多东西 也神场了很多 以前我真的很傻很傻 18年前我年龄也不小了 但是那时候我的智商可能就 像现在十二岁小孩的智商一样 怎么言行事故都不懂 言行险恶也不懂 未来务农现在成长了很多 经历了很多东西 想想以前真的是带傻了 Hello大家好 我是二妹 在山里生活痒痒已经有两年之间了 每天放羊和自己独属的生活 有多少人喜欢 是你 你能千十几年呢 今天有位网友说这种跑山羊不好吃 他说那种小耳朵好吃 其实我家大部分的也是小耳朵的 但是后面我改良了 他形形是看耳朵来衡量 如果你是小耳朵的 你卷养全部喂饲料好吃吗 我就想问问你们 羊的品质好不好 幼稚好不好 咀嚼于喂养方式 而养殖完尽 而不是像带一样看耳朵来定义 就算你耳朵再小 你卷养喂饲料照样不好吃 想说那种话的人真的无语了 我的羊在这里至少 我带你们去看一下我家的砂糖菊 好久没去看了 看看我家的砂糖菊 因为没有空 然后这个果都落地了 都没有直接用那个注释来撑一下 然后都搞到泥巴下面了 春天的时候我就拿羊分来这里倒 然后把土搞松了 这土全部是羊分 砂糖菊西乡上市了不 想吃砂糖菊的来我们广西啊 你看有些已经红了 成熟了 但是有些还没成熟 带羊照的地方它可能红的比较快一点吧 我的话今年就是管理了600个 其他的都已经全部都不管理了 不知道今年价格怎么样啊 今年过年就靠这600个砂糖菊啊